第188集 方平喘气道 其实在能源室内 我是能感受到微弱的能源粒子的 所以我觉得吧 我这真不算什么大事 真要有宗师感兴趣 找我也无所谓 我就怕我说了他们不信 要是再逼我告诉他们 为什么精神力强大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可不是宗师的对手 王金阳嗤之以鼻道 有个理由给他们就够了 还想如何 宗师们如何修炼到宗师的 得到了哪些奇遇 难道都要分享 别把世界想得太黑暗 你又不是无根之平 在魔舞还会被宗师 强迫揭露最后的秘密 别说没有秘密 真有又如何 难道还有人逼问我 骨髓为何会遇之化 我怎么知道 真要逼得你如何 那魔舞干脆倒闭算了 九十九所五大 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数十位宗师强者 此刻都是站在学生一线 谁敢冒天下之大 不伪干这种事 当然啊 我说的是地表 在地哭你被人盯上了 暗地里勤拿你逼问 然后杀人灭口 这就怪不得谁了 所以说 一切还是实力说话 你要是自己是宗师 王洁阳淡笑道 那你就是一次 批出一万刀 一刀斩灭地哭 也没人说一个步子 其他的我就不问了 你自己想办法 把这个问题圆了 给大家一个理由就行 至于别的 不用担心 方平微微点头 可是这个谎 不好圆呢 最少 也得自己骨髓 真的淬炼到了才行吧 没再继续这个问题 方平好奇道 王哥 大家都说你是准宗师 那你是不是 很快就要突破到宗师了 宗师 王洁阳诡异地看着他 接着笑咪咪道 你要是现在赞助我 三五十个亿 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 王哥 喝一杯 方平举杯 开玩笑呢 我还想让你赞助我几十亿了 你倒好 反过来跟我伸手 好意思吗 王洁阳也笑了起来 举起杯子抿了一口 想了想又倒 你现在的实力 还是欠缺了一点 起码一点 战法要修炼到位 等你到了三品高端 战法也修炼到绝招的地步 哪怕最低的绝招层次 一次爆发三百卡气血 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卡气血爆发 几乎是三品高端以下 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到时候你的实力就相当可观了 哪怕在三品排行榜中 也能位列前茅 到时候你也有实力参与一些高收益的活动了 有空的话可以带你一起 王洁阳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你负责爆发砍他几百刀绝招 我负责善后 或许可以找秦凤卿负责带人跑路 他跑路还是有一手的 你要真到了那个地步 咱俩出手 震战无品不难 到时候收益可观 方平看了他一眼 半赏才笑道 到时候再看呗 我现在距离三品高端还远 战法修炼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倒也是 王洁阳说着又有些感慨道 一年前我见到你的时候 可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地走到这一步 也就一年时间 去年的四月份到现在 一年稍微出点头 当初他二品巅峰 而方平也就勉强比普通人 气血高那么一丁点 现在都能振展三品巅峰五折了 我到了五大 才知道王哥这时候 进入四品镜有多强 之前我也没想过 王哥进步这么快 和骨髓病变有点关系 怎么说呢 咱们这些人啊 各有各的机缘 此时的王金阳 对待方平的态度 也渐渐有了些变化 很正常的变化 龙不语蛇居 方平现在要是才进入一品镜 在普通人眼中 也是天才 也是骄子 可在王金阳眼中 那真的只能算一般般 五大一品的舞者多如牛毛 可方平 此刻振展三品巅峰舞者 这就截然不同了 加上方平精神力不弱 自己还能感知到 这小子要是真的骨髓玉之话 那后期进境也会极快 这样的人有资格让他重视 两人正聊着 方平刚买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号码 方平又有些陌生 不过还是接通了 电话一通 对面就传来 秦凤卿的大嗓门 方平 是我 秦学长 在南疆 在啊 刚好 昨天五科考气血检测 结果出来了 南疆居然出了 三个舞者考生 回头你顺便去问问情况 招纳一下 别给南五浪费了 方平眼神有些异样的 看着王金阳 秦凤卿会被打死吗 还有 这家伙怎么想起来 让自己拉人呢 秦学长 我去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在交流赛上出了名 又是南疆本地人 最合适不过 再说 你和姓王的不是熟吗 我找其他人 姓王的下黑手怎么办 方平别去的 我这是给咱们拉班底 懂不懂 我马上要四品了 四品一到 我就是社长 到时候你当个副社长 魔舞咱俩做主 现在拉新生 其实也是你的班底 我马上都大四了 我一毕业 社长还不是你呢 方平失笑 秦凤卿居然想得这么远 不容易啊 方平正准备开口 王金阳淡淡道 正准备最近去挑战一下各校的武道社社长 希望你尽快成为社长 谁啊 秦凤卿一愣 接着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响动 很快 秦凤卿哼道 秦凤卿有点品啊 偷听别人说话 合适吗你 你扫门打 不用偷听 你以为我进了四品 怕你不成 等你来 秦凤卿也不示弱 哼了一声 又道 方平 记住了 南枪的那仨武者 拉到魔舞来 一个南武也和咱们争 开什么玩笑 你的对手是精武的人 别把南武当回事 挂了 秦凤卿干脆的狠 迅速挂了电话 方平哭笑不得 无奈道 王哥 你看 王静阳无所谓道 随意啊 留在南疆还是去魔舞 都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这些新生武者 其实起到的作用也有限 和去年不同 去年是因为要打交流赛 普通武大早有想法 提前做了准备 才耗费大代价 拉拢舞者考生 今年的交流赛 出战的不是新生 现在虽然还没确定 可大概率是武道社出任 既然如此 多一两个舞者新生 除非逆天级的 要不然 作用真的有限 这倒也是 其实有些非舞者学生 进校可塑性更大 以前觉得武科考的舞者 很厉害 现在想来 除非二次翠骨 要不然后期 可能会被一些非舞者 二次翠骨而超越 王金阳轻笑道 就如此 当然 二次翠骨也不容易 该争取还是要争取的 这样吧 明天咱们一起找人谈谈 去哪都无所谓 魔舞的条件 也的确比男舞要好一些 真去了魔舞 日后说不定还能为我南疆 培养几位强者 舞者的地域意识 其实都比较强 南疆的舞者 自然会把南疆看作守卫 而像方平这些外出的舞者 南疆和魔舞同时出事 自己选择的话 回渊南疆的可能性更大 眼看着时间也不早了 两人没在聊天 随意找了家宾馆住下 第二天 方平和王金阳 约在了南武门口见面 这一次 方平总算知道 王金阳也是有车的 昨天体检结果刚出来 三位舞者 此刻都在南疆 刚好一次性谈了 招呼方平上了车 王金阳又笑道 你和张宇的事 有准备了吗 从地窟回来再说吧 不到三品高段 挨挨走 到时候躲躲再说 到了三品高段 战法有成 说不定也能捞个社长当的 秦凤卿也在打社长的主意 说不定他还未成四品 你俩倒是有一战 看情况再说吧 不过我真要进了三品高段 第一个找来的 大概是谢雷 哎 不管了 再摸我 我对手多了 不像王哥你啊 在南武一言九鼎 王金阳笑了笑 没吭声 二十分钟后 车在一处酒店前停了下来 方平和王金阳迈步进入 很快 两人抵达了三楼一间小会客厅 此刻 小会客厅中 不止三个学生 还有他们的家长 看到王金阳 其中几位中年男女 连忙起身客套道 王社长 没想到 还是您亲自过来了 意外之喜啊 王金阳笑了笑 客气了一句 看向方平道 魔舞的方平 代表魔舞来的 方平朝几人笑了笑 这能培养出 舞者子女的家庭 也都不一般 起码面前的几位中年男女 最强的踏入了四品 弱者也有三品实力 这还不见得是 他们家族最强者 在南疆 这样的实力 已然不弱 认出来了 魔舞的天之骄子 也是我南疆人 了不起啊 几位家长都态度热情 倒是几位学生 傲气十足 没开口说话 方平也不在意 一群还没进 舞大就是舞者的学生 又是在南疆这样的地方 傲气一点很正常 南疆每年高考舞者都不多 这些人都是南疆的天骄人物 客套了几句 方平和王金阳落座 方平扫了面前三人一眼 两男一女 观察了一下气血 都是一次脆骨的舞者 不过应该高于150卡气血突破 已经不算太差 王金阳也不客气 竟直到 南疆武大这几年正在改革 大家都是南疆人 想必也都有所了解 南疆武大欢迎各位的加入 舞者学生加入南武 南武承诺 免费提供大家突破到二品的 所需担要 三人还想等待夏文 王金阳确实端起茶杯 没再说话 当初 他可是答应给方平 下三品的资源 而方平还不是舞者 可那时候的方平 已经二次脆骨 而且还是他的熟人 作为舞蹈社社长 他有些偏袒 才会开出那样的条件 见王金阳没了动静 几人都有些失望 看向方平 方平则是笑道 加入魔舞 魔舞的好处 不体现在现在 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大家都是舞者 我想 也应该有所了解 在魔舞获得的好处 可不是南疆能比的 当然 具体如何选 还要看大家怎么考虑 无论是男舞还是魔舞 都是一个好选择 方平说了一大堆 确实没切实好处 这一下子 几人更失望了 其中一位男生 忍不住道 魔舞和男舞 对待舞者就这样吗 方平微微失笑 淡淡道 在魔舞 每届新生舞者 都不会低于五十人 而且没有一技之长 在魔舞也很难有 表现出来的机会 大家的长辈也都是舞者 作为舞者 我想对魔舞 也该有所了解 魔舞作为两大名校之一 导师强者如云 战法随意看 单要价格便宜 还有各种设施 财政拨款 选择魔舞 大家也不是为了 那点好处来的 而是为了长远做大算 三人中 那位女生忽然抬头道 方学长 听你的意思 魔舞的学生强者也很多 那是自然 魔舞有无品镜的学员 大家该懂我的意思吧 无品 几人脸色一下就变了 方平继续道 六品镜的导师也不少 包括六品巅峰导师 以及四位宗师强者 其实在我看来 大家没必要犹豫什么 当然 南乡是我的家乡 在王寿长的带领下 南武现在也在历经求治 我觉得 选择哪里都是一样 众人再次变色 刚刚问话的女生忽然又道 方学长 那你的实力 在某我如何 我 方平笑道 哼 在学生当中 还算可以吧 还可以吗 几人也不知道想些什么 很快 那位女生就到 那 我选择魔舞 其他两人 也都易动不已 方平一开始还没想明白 过了一会儿 好像想明白了什么 这几位 拿他当标杆呢 他方平在魔舞混得还行 那他们也行 方平哭笑不得 这些新生比自己还傲气啊 希望进了魔舞 不会很快被打击到 拉拢考生的任务 很简单 很快双方就大致确定了意向 走出酒店的时候 王金阳轻轻摇头道 这些人 真要进了魔舞 恐怕很快就会受到打击的 那就和我无关了 反正我连武道社的人都不是 方平也只是 顺带跑一趟而已 至于几位考生想什么 他才懒得在意 这只是附带的事 谈完了 方平就要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王金阳忽然道 活着从地窟回来 一定 方平挥挥手 踏上了返回魔都的火车 这一趟他不准备回家了 得去魔都那边 处理一下公司的事 魔都 此刻还处于武夷黄金周起见 魔都车站的人流量很大 方平打了个车 直奔公司 路上 傅昌鼎来了电话 方平 考核结果出来了 什么情况 你八百分 全部考核人员排名第一 八百分 方平有些无语 我记得 一个三品巅峰 就有一千分了吧 加上我还杀了几个三品武者 三品巅峰那个没全部算你的 而是参与围攻的人分了一些大头闺女 傅昌鼎解释一句 又道 毕竟围攻那位大传教 不少人都受了伤 方平也不再叙述 问道 那奖励说了吗 八百分 是不是意味着八百学分 只能说你想多了 具体的没说 等回来学校才会宣布 你别不知足了 我才一百二十分 傅昌鼎有些无奈 电话那边还有人更无奈 杨小曼大声道 我才九十五分 七十五分都没满 这次大家七扣八扣的 击杀一品武者分值也低得可怜 二品武者有限 均摊下来 几个人才能分到一个二品 到此刻 一大批学生都处于不满基础分的状态